生肖龙,龙年出生的人本来就是负命,财运就不错,在11月30日之后运气更是越来越好,而且未来的二个月中,属龙人的运气会呈现出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,事业之中会有不错的起色,也很容易就会实现升官梦。 最特别的改变就是家中会有偏财到来,不仅收入会增加,而且还有意外之财飞来,整个年底的时间都会过得极为舒适。 生肖蛇,蛇年出生的人露存望向,印星临财地,11月30日为正财大运之日,表示属蛇的人在赚钱方面机遇多多,出门就会遇到贵人,与合适的朋友一起经营生意, 有机会成为坐拥百万财富的大老板,他们财博供印星望得文取助力,表示在文书、合同等方面将会有大的建树,财路打开,存款暴涨。 生肖牛,牛年出生的人福运连绵,福泽身后,11月30日后正观生印星之日,表示属牛之人命中财星旺更有菩萨显灵赐福那财,业绩高升,回报高涨, 他们福德公,未官录正财位,事业上平平稳稳,步步高升之运,越老财运越旺,存款暴涨。 小运播报,2023年11月30日,星期一,农历10月16,庚子年丁亥月丁丑日,特级生肖,龙、牛、蛇,次级生肖,虎、羊、猪,今日带衰,鸡、狗、兔,喜神方位,东南方,财神方位,正南方。 一,搬家,出行,开业,解除,置业,纳财,拜见,复任,开光,祈福,求四,沐浴,扫除,剃头,整容。 求一,动土,星灶,装修,祭祀,安葬,破土,祭,结婚,宴会,幸运数字,三,六,幸运颜色,绿色,灰色,翠色,第一名,龙,商官主事,陆河即兴入命,闲池桃花入命。 鼠龙人好运在唱歌的一天,对生活工作表出现极大的热情,尤其你感兴趣的任务处理起来更加轻而易举,大有收获。 桃花运棒极了,单身者容易与聊天投机的异性来电,有伴侣者在平淡的生活中领悟爱情的真谛。 第二名,牛,食神主事,三河即兴入命,鼠牛人精力充沛,干尽十足,再加上贵人运强劲,工作学习效率特别高,即使遇到问题也能迎刃而解,让你化险未宜。 此外,善良有爱心的你对需要帮助之人伸出援手,把快乐传给他人,会有满满的福报。 第三名,蛇,正财主事,三河即兴入命,属蛇人财运大旺的一天,不需要太劳累,就可以获得很多钱财,尤其销售业务者与客户商谈合作,多能心享事成,收获颇丰。 人逢喜事精神爽,与身边人相处十分和谐,还能和大家分享你的喜悦,人缘极佳。 第四名,蛇,正印主事,属蛇人比较幸运的一天,思维活跃,信心十足,能轻松面对工作生活中的突发事件,让原本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,并顺利解决。 另外心地善良,善解人意的你对身边人都很友好,这也促使人气迅速上升。 第五名,羊,食神主事,属羊人开朗,乐观,自信,不管工作还是理财,都顺顺利利,得到你想要的结果,令你开心不已。 此外,如果有重新布置或买家居饰品的想法,今天是一个不错的机会,赶快行动吧,会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。 第六名,猴,劫财主事,闲持桃花入命,属猴人时来运转的一天,精力旺盛,充满活力,有机会接触新的工作任务,在你的权利以赴下容易有不错的成效,也带来较好的钱财进账机会。 不过爱情运低迷,有伴侣者容易和对方因一言不合而争吵,建议都少说两句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第七名,马,偏财主事,红蓝桃花入命,属马人今天的偏财运还不错,以往的投资有了让人欣慰的成果,也给你带来了可观的收益,另外还有收到礼物的机会,心情十分愉快。 感情运一般,单身者魅力大增,深得异性青睐,有伴侣者和爱人容易因一些突发状况产生矛盾,彼此都陷入失和状态。 第八名,虎,正观主事,属虎人焦头烂额的一天,工作事务繁多,还有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,让你更加手忙脚乱,不知该如何解决,建议沉着冷静,方可避免失误出现。 另外,因压力太容易和家人发生冲突,多一点耐心,不要伤害最爱你的人。 第九名,虎,偏印主事,天喜桃花入命,子有相破,属虎人做事太过轻率的一天,不仅容易把事情搞砸,说话还口无遮拦,容易得罪人,破坏了原本美好和谐的氛围。 爱情运很好,单身者异性原家,恋爱几率高,有伴侣者不管有多忙碌,都没有忘记和爱人的浪漫之事,感情升温。 第十名,鸡,笔尖主事,游游自行,属鸡人充满变数的一天,意外知识特别多,让你措手不及,而且,傲娇的情绪比较严重,不愿意请教身边人,导致事情更加无法顺利完成。 心情这么低落,不妨带着家人到公园玩玩吧,放松身心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。 第十一名,狗,伤官主事,犯害衰星入命,属狗人今天精神违靡,反应迟钝,脑袋不灵光,工作错误较多,还容易有失财的可能,所以,账单,资料等方面定要留心。 人际关系下滑,容易与人发生矛盾,误会,硬平心静气处理,以免关系更加恶化。 第十二名,兔,七杀主事,犯冲衰星入命,属兔人今天心态消极,十分懒散,上午开始就哈欠连连,下午更是处于犯困状态,给同事留下不好的印象,建议正常作息,切记熬夜。 另外,人际运较差,得罪人的几率高,需注意。 生肖鼠,生肖鼠之人,对认定的朋友,较为仗义,社交能力强,走遍天下都有朋友,熬到了11月下旬,即恶功恰巧得陆存即星降临,待机缘一到,运势如虹,如果抓牢这次机缘,财运绵延,大步迎接幸福。 此外,生肖鼠的朋友,最近七天命宫,不幸赶上盘根飞帘两颗煞星作祟,引起健康运势这一方面欠佳,多重视精神不佳的问题,同时,对于少数人来讲,容易有眼睛酸涩,颈椎劳累的情况,天气渐渐变冷,注意穿衣指数。 生肖牛,属牛的人做事情非常的稳重,而且他们的心态也特别好,平日里就是一个懂得如何把握机遇,而且特别有分寸的人,在生活之中什么时候都相当地受欢迎,更能用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好一些事情,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走下坡路,而且也不会轻易地遇到让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。 在今年的11月30号,从上旬到下旬,他们的进步是越来越大,不但能够看到钱财的累积,而且还能实现事业的顺利发展,一步一步都能够走出稳当的道路,从此不再轻易下坡,幸福生活将不会远离他们,而且他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有钱。 生肖蛇 生肖蛇福气多多,11月30号命工紫薇即兴地照射,受到贵人的协助,事业,财运更上一层楼。 生肖蛇在2020年有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,他们不用耗费太多精力,就可以大赚一笔。 生肖蛇经过努力,能够早早发迹,横财在手,做生意的人大赚特赚,会有意外惊喜。 生肖蛇命工财星当头,创立事业一定要坚守自信,努力勤奋,得流年大运的帮助,财富满满,人生开始走上坡路。 生肖蛇,属蛇人在11月事业和生活中出现不错的转机。 前几个月活得很不好,运气很差,工作上面的事也是把自己折磨的脑袋很大。 不过到了11月30日,必有大奖,横财不断,财神也不请自来,横财遍地,偏财大望正财俱佳,钱财滚滚,可谓是时来运转,大运临头的一个月, 注定可以伴随着好运气让自己心想事成。